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章讨论的问题设论面是非常广的 他经常引用西方的新思潮 新方法 在五四时期 诸左人是比较有眼光 而且比较有学理性的一个学者 同样是讨论郭明信的问题 诸左人虽然也是批判的立场 但他比较讲道理 例如他曾经试用人类学 心理学 特别是性心理学来解剖郭明信的弱点 解剖一种文化现象 他认为旧礼教 中国传统的礼教 其实是设置了一个性的恐怖 对性的一种恐怖 所以旧中国对饭间做坑的处置 是特别严的 有时候诸左人批评时事 从社会现象中 他也注意挖那种心理原因 是吧 比如说有一次他看到报纸 登载当时湖南大汉 二十年代 那个省长却求疑了 两个半夜不敢回家 这个有这样一个报道 诸左人就写文章分析说 这不是盲 是怕性的故事祸害了大事 当然这个看法 诸左人是用弗雷茲的学说来解释这件事情 并且论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的心理结果 我想到现在很多文章都在讨论中西文化 中日文化的比较 诸左人早就在做这些工作 所以我们读诸左人的散文 感到视野是开阔的 可以了解到很多新的知识 是吧 虽然是几十年前的 但现在看来还是新的东西 所以可以引发思想的感悟 他讨论人性问题 道德问题 民族性问题 妇女问题 儿童教育问题等等 至今还是问题 所以诸左人的散文 和他的一些论说 也仍然可以作为 现在我们重要的思想职业 诸左人的散文的价值 首先是思想价值 这方面我们注意不够 是吧 我们比较多地谈 陆信 谈其他作家的思想价值 其实诸左人的散文 有极高的思想价值 当然 但诸左人的思想是复杂的 他有民事派的素颜 有叛徒和隐世的两重性格 这个叛徒隐世 这个叛徒不是通常所说的叛徒 它是一种叛逆性的一种表现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议者 诸左人是关注现实 反抗黑暗和思想革命 起同一个步调 但在人生观 艺术观方面 它又可能远离那种激进主义 保持一种平和 它更倾向于把文艺 所以当作是刺激的原地 就是说 研制俗法自我的感情 它更乐意饮苦茶 读渣书 陶醉 苦以哉 那种古典的氛围中 闲诗 冥想 胡乱作文 在文学上寻找慰安 从表现形式上看 诸左人的散文 比较多的是闲谈 特别二十年代以后 从年来的激进 转向比较平和 冲淡 把写作当成是 纯粹过人的事情 是在刺激的原地里 随便重点什么 它好奇的散文 是偏向研制的 就是触发过人的情志 那种气味 以那种积极投入社会改造 那种文学 包括当时的左翼文学 它是拉开纪律的 特别是三十年代 诸左人的散文 影响很大 是吧 影响到很多的作家 像林义堂也受他的影响 曾经办过《以咒风》 《轮影》这些杂志 就专门发这个研制的小品文 诸左人就是这一派的精神领袖 诸左人的散文 带有一种中年心态 自然是有些落寞 有些颓废 不过他认为这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情气 用他的一段话来说 散文创作就是要有这样一种味道 他这段话是 一瓦物纸窗下 清泉绿茶 用素雅的陶瓷茶戒 同二三人共饮 得半日之嫌可抵十年沉默 这种心境如果放在三十年代 就鲁信说的那种风沙扑面 辅郎成群的那种环境里面 当然就显得有点自私 有点麻木了 所以难怪当然鲁信说 小品文已经堕落 但是拉开历史记录以后 我们再来读 诸左人界内闲谈式的 研制的散文 就会感到那种特殊的艺术气味 特别是在当今 物欲膨胀这个年代 所以我们读 诸左人这个散文 好像可以得到一种 心理的按摩休闲 这就不难理解 这些年为什么各种文学 书诸左人的散文 绝大部分都书这种 有文化休闲意味的那些篇章 比如说北京的茶食 互乡的野菜 苦语 喝茶 乌蓬船等等 是吧 这些呢 都是属于冲淡平和一体 艺术性比较强 闲谈体 追求的是自然 俊勇 有艺术气味的一种闲谈 当然都是一种 现代散文的名片 是吧 言字派的散文 下面呢 我们从文章 审美风格的角度 来品味一下 诸左人的散文 读诸左人呢 这个 你不会激动 也不会有太多情感的起伏 甚至有时候会感到有些所欠 但读完以后 往往感到看问题的角度 会有些改变 会停下来 体会一下人生的某些情景 这就是所谓思想的情味 思想 当然有情味了 鲁信的选材呢 诸左人的选材呢 是极其频繁 琐碎的 经过他的闭墨 点燃 就透露出一种 某些人生的滋味 有一种特别的情趣 尽管这种情趣呢 可能是落寞的 适合所谓中年心态 是吧 譬如说谈酒 这篇文章中 讲呢 酒的气味 只是在饮的时候 酒啊 是饮的时候 那种味道 济南道中 想往那个理由的乐气 是在心识的 正确的 整齐清洁之中 仍能保持着旧日的 朝鲜的风景 北京的茶石里面写 西洋 观秋河 赏花 天蚁闻香等等 都是些无用的游戏享乐 但这些无用之用 也是生活的一个必须部分 所以凡是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者 读读著人的这些审闻 都会心灵神会 所以读著人的这个小品呢 另外他语言很有特点 常常将口语文言和一些欧化的语言 杂柔在一块 产生一种色味和简单味 耐人主角 是吧 所以曾经有一个散文家 叫孙希珍 他这样来评论 读著人 说他的作风 就是他的风格 可用龙井茶来打笔 用龙井茶来比方 这个读著人的散文像龙井茶 看气全无颜色 一看了没有颜色 喝到口里一股清香 令人肥胃无穷 现在我们呢 这个人们呢也常用闲识 来概括读著人的散文风格 那么其中隐含着一种丰富的 审美的内容 一方面是那种淡而生 又淡又生 那种寂寞之苦 读著人的散文会感觉那种寂寞 另一方面有一种淡淡的喜悦 可以说是苦中灼漏 油饭中的一种洒脱 也就是读著人所说的凡人的悲哀 就是他散文里面经常写到这种凡人的悲哀 三四十年代啊 读著人的散文 仍然有很多的出产 但闲谈式的作品逐步减少 到特别到四十年代啊 他有一种叫文操工体的散文 就是笔记体散文的一种 他这类散文呢 主干就是精心挑选一些苦涩的或者华美的古文 就是把以前的旧书里面的一些文字抄下来 当然抄的过程中 他做一些连缀 用自己的评点 用白话文简朴的把它联系起来 就是文言和白话有机的融合 互相调剂 简有两种文体之美 往往这个抄接古文 然后用自己的白话文来写 写的这个特殊之美 所以这种风格啊 玉大夫曾经评论说 一变为枯涩苍老如火纯青 归入无雅求尽的意图了 这个著作人认为啊 散文最让人惊异的地方 就在于作者的壁肩下 有刺激的一部分 你散文写的好不好 一读看有没有刺激的部分 我们呢中观这个著作人所写的这些散文 好像呢 很多都是他刺激的见文感知 起材非常频繁所屑 比如说北京的茶食 故乡的野菜喝茶饮酒 是吧 鸟生苍蝇乌蒙船白羊树 甚至自己的初恋爱你的病 他都写到了 所以有人说著作人的散文呢 如果把他的书目 他的片目列出来看 好像拍卖品的幕 什么都有杂起杂拔 但让人叹服的是 这些事物经过他的闭墨点染 就发生了魔术一般的变化 所以有人说在诸作人的散文原地里面 常常使人觉得酥脆 比玫瑰花还要红艳可爱 他写的很多日常的普通的东西 但他写的很可爱 有时候 仓人比天地命运那类大题目更加有趣 写的都是小题目 但写的很有趣 的确 诸作人散文最可人处 就在以那一缕俊勇的情味 其中有人声的抗卫 也有内心的情气 所以这种艺术性的闲谈类的散文呢 要写得好最重要的 心境 心境是作者的个性学问和心态 在一定时空下的产物 只有作者在内在的文化极致 同外部的环境气氛 达到艺术的和谐的时候 才能够有最佳的创作心境 那么对于申述儒家道家 当然还有佛家文化的熏陶 秉承着中国历代名士素颜叶根的诸作人来说 二十年代五四落朝以后 那种交织着失望 以追求的时代的苦闷 苦以灾 那种阴暗如已的环境气氛 似乎都更加适合于 诸作人他那种古典的 忒费的神秘的 神秘的 失忆因素的那种发酵 我们发现 大家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我们发现 诸作人的闲发体的三分 有三相三不相 哪三相呢 一向名人笔记小品 二向外国随笔 三向日本的牌记这种情味 都有点像 但戏家琢磨又不完全像 毕竟是诸作人刺激的创造 几个方面他都借鉴 但在写法和气味上呢 我们已经看到 不是中国古代散文那种格局 而是诸作人自己的过性 作为根本 融合了中西文化美制 中西散文美制的一种创造 所以诸作人的散文 比那个明代小品呢 有更多的自我意识 他和西方的水笔 比较起来 又有着东方的那种 抒情的气氛 和日本的牌记啊 散文 比一下 它苦味 不由 是吧 但是又加上了中国的闲识 所以有人将这个 这个 他称之为中国的伊利亚体 就是中国的水笔体 诸作人呢 把它称之为 抒情的论文 抒情的论文 他谈得很亲切 自然 有意味俊勇 是吧 是有 富有艺术 意味的闲谈 闲谈体的散文 诸作人的闲文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诸作人的闲文呢 是五四 甚至是近百年来 闲文最重要的一家 刚才说可以跟鲁姓齐名 如果一定要排射字 如果一定要排射字 他和鲁姓都可以排在第一 诸作人 诸作人 五四时期啊 就提倡美文 他 也就是有艺术性的那种 抒情的 细事的散文 这种美文呢 借鉴了西洋的水笔 在二喜 是吧 如爱迪生 兰姆 还有日本 除川白春的水笔 同时又接续了明代小品 这个传统散文 那种 那条线啊 用适宜的方法调合起来 形成了一种新的 现代散文文体 所以诸作人不但自己尝试写散文 而且有完整的散文理论 关于这一点呢 有信气的人 可以参照一下 我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其中有诸作人的一章 这里不展开来讲了 最后我讲一下啊 从艺术上来说 诸作人的散文 他的追求 这个有几点很突出 我们欣赏的时候可以注意 第一是简单位 我们讲鲁星的招法西式的时候 也用过这个概念 简单位 就是一种审美的一种风格 它不雕琢 不华丽 不作作 它是另外一路 是吧 很简 这个简要 这个留白比较多 读的时候 读者呢 可以有个人的想象和发挥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色位 这个刚才我们讲一品波也有青色 诸作人对一品波是隐为同道的 这样一个作家 诸作人那么喜欢苦字啊 你看他的书房的名字叫苦以哉 苦茶等等 色位跟苦位是相通的 第三呢 在篇章结构 都讲文章学 讲毅理 古代的散文呢 讲启程转合 但诸作人的散文呢 是突破这种封闭式的结构 它主要有情细结构为主 表面上没有装法 非常随意 是吧 看不到精心的安排 鼠尾没有呼应 主张不显字 随物复显 是一种散漫的开放的结构 所以呢 诸作人的散文是自由的散文 也是最难学最难写的散文 不太适合模仿 后来呢 也有些主张人呢 会来受他的影响 像梁世秋 雅舍小品 也说一阶路 不过梁世秋 也有他自己的章法 还有孙黎 是吧 甚至还有呢 这个甲贫花 张忠行 可以说呢 都是受到主张人阶路的影响 关于五四散文呢 这个 的确有很多打架和个性文章 整体上是有很高的成就 现一时间呢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